命越算越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在算命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命越算越薄 很多想算命的人都会发问这是真的吗 事凡命理师必会碰到非常多的求策者 一部分求策者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 以求免费推算 或是干脆算过之后不予付费一走了之 实则算命属于玄学范畴 既然为玄学神秘文化 自有他一定的法则需遵循和其神秘之处 从命理师角度来说 泄露天机获取求策者的钱财以维持生活 一者为财不失 一则为法不失 此属天经第一 从求策者来说 策命不付费 则寓意你这条命本来就不值钱 不值钱的推算 书语叫做送命 这送命一语双关 既蕴含了白送的不值钱意思 也涵盖了预测者断命的断送之意 换句话说 你的命也就如此被预测者断送了 尤其对一些贪小利者 以为朋友熟人会算命 就可免费给自己算命 这样其实每算一次 就断送几命一次 由于你没有付出 不符合宇宙间的阴阳消长 得失平衡的法则 所以就把自己的命弄得越来越薄 这就比如你总是偷吃人家坟头上的祭瓶 以为是粘了便宜 但时间长了 自然就会得到一些挂一的邪病 本来好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坏 反之假如连自己命都要沾尽便宜的人 自己今后又能有多少出息 现实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人 就是找很多人给自己算命 碰到很多大事 第一个说财运不好 第二个说欢迎不顺 第三个说运势不佳 越是算得多了 答案也就越多 求策者心理也就越没了底 这样当然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 这都是由于自己以为 有回预测的朋友 有这样的资源就利用或贪小便宜 结果碰到了非常多 虚拟不清不负责任的大事 导致的越算运气越差 也是该当其果 事实上算命本身可以起到 取己必凶的作用 一个好的命运师 会提前预示你的命运机凶 并告知你必凶的方法 或者应该捉住的好机会 假如能碰到一个技术过关的算命师傅 命会越算越厚 越算越富有 当然对于经验辣道的命向师来说 无心付费的求策者一眼就可以看明 所以只需胡乱说上一句应付了事 既不伤何弃又缴了差事 不过失之好理 扭之千里 求策者只要得了暗示 暗图所记 自然就会走上死绝之路 命也就越来越薄 鉴于以上这些 于是命越算越薄也就逐渐成了坊间的口头禅了 算命师的费用一定不能亏欠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职业 在事件预测也是他们的使命 中国自国就有开金口一说 道行高深的人一句诅咒 就能给你带来无尽的火药 令所言之事真实发生 求策者岂不可由于贪小力 惹恼了大事 招来无尽的违运 反正法力高深的预测师 一句祝福 有事就能起到转化运势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